嘿大家好,我是宇默,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宇默讲新闻 今天有一条新闻,宇默比较感兴趣 就是在今天,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月4号凌晨2点45分钟左右 美国苹果公司的股价达到了182.88美元 苹果市值第一次占上了3万亿美元这个位置上 这也就是说,苹果成为全球首个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公司 这个3万亿美元有多么恐怖呢 宇默刚刚查了一下,2021年的全球GDP排名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美国20.49万亿排第一 中国13.4万亿排第二 第三是日本的4.97万亿 这就跟苹果公司的市值很接近了 第四是德国4万亿美元 第五是英国2.83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苹果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英国全国的生产总值 如果苹果公司是一个国家的话 那它的3万亿的市值排在全球呢 就排在了第五名 那这回大家就能够理解苹果现在有多牛逼了 是吧 不过呢,虽然这个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很恐怖啊 但对于苹果达到3万亿呢 可以说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啊 2018年呢 苹果公司成为首家呢 1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 而从这个市值1万亿到做到3万亿呢 苹果公司也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苹果3万亿美元的市值呢 能够说明一件最直观的事情就是呢 资本市场呢 对于苹果这家公司是普遍看好的 iPhone啊 iPad啊 MacBook啊 包括这个Apple Watch Apple Pass 就哪一款产品业务拉出来都是王者级别的存在啊 这个华尔街很多分析报告中啊 都提到这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苹果公司现在拥有庞大而有稳定的现金流 这才是资本市场最看好苹果最关键的一点啊 苹果现在的净现金储备规模 已经达到了2672亿美元 约等于一个耐克 一个丰田公司 或者是一个一个这个中国的工商银行的市值啊 这手里的现金就这么多 紧随苹果之后呢 已经迈入2万亿俱乐部的微软呢 其现金流大概是560亿美元 而即将踏入2万亿门槛的Google呢 其现金流呢 约为428亿美元 那能够看出来啊 美国硅谷的这些科技巨头们啊 普遍具有比较充裕的现金流 所以说呢 对于投资美股的朋友们呢 如果不知道该投哪些公司的股票呢 很显然苹果啊 微软Google啊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以后呢 雨漠要是有时间可以跟大家都分享一些 关于财经方面的新闻 或者是股票方面的知识 这样的话 咱们大家可以一起是赚钱 那这频道做的 雨漠个人觉得就更有意义了 对吧 我们回到 我们说回到苹果啊 这个苹果公司这几年的成绩 可以用创造历史来形容了 这就不得不提到 这个乔布斯的接班人 蒂姆库克这十年呢 对苹果公司的改造了 十年来呢 这蒂姆库克的确做了 与那个Jobs 乔布斯显然相反的这个事情啊 并且打造出了属于 蒂姆库克自己特色的苹果公司 然而呢 在乔布斯的光环下呢 人们呢 难免会拿那个蒂姆库克和乔帮主 做这个对比 缺乏创新啊 没有灵魂 这些批评都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十年了 但是呢 有一组数据 大家是要有目共睹的哈 苹果市值呢 现在已经达到了三万亿美元 而2011年的 库克刚接手的时候呢 市值还不到现在的零头 库克呢 也成功推出了几款新产品 像iPhone XR啊 全球销量第一 Apple Pass呢 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这个无线蓝牙耳机 Apple Watch呢 也这个销量呢 也不断的刷新记录 其实这十年下来 库克的诚意单已经足够亮眼 至少苹果自身比外人都清楚这一点 不过呢 人们总是牢记 从零到一的伟大 却忽略了把一人伸到一百的智慧 于墨呢 就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 库克这十年对苹果的改变都做了些什么 2011年的8月24号呢 库克正式从这个Jobs手上的接管了苹果 要接受乔布斯时代呢 变成库克时代 作为果粉的内心呢 是非常冲突的 而这一年的10月4号和10月5号 似乎也是冲突的 10月4号呢 苹果为人类呢 带来了跨时代意义的iPhone4s 而10月5号呢 人们要面对的却是失去乔布斯的现实 而iPhone4s呢 就是乔布斯留给人类最后的一个礼物 不难想象当时库克面临的多大的压力 幕后的库克呢 虽然是运营专家 但在台前呢 他仍然是一个新手 那个时候呢 所有人都不看好库克 很多人预测啊 苹果衰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库克作为CEO的头一年呢 也尤为艰难 不过这一年里呢 库克却给苹果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改变啊 首先呢 作为CEO的库克呢 带来的第一次重大的改革 就是发生在2012年的1月 当时他举办了一次 内部员工大会 告诉员工呢 苹果要参与慈善事业了 这对于 赵布斯来说呢 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乔布斯对这个慈善事业是从来不感兴趣 他认为最大的慈善呢 就是用技术来改变世界 但库克上任之后呢 苹果开始向各种教育 环境 健康等活动的进行大量的捐赠啊 走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个路线 而同在2012年的 库克重新调整了团队 标志性的事件 就是炒掉两位备受瞩目的高管 第一位呢 是自己在1月份呢 亲自招来的高级副总裁 约翰·布劳伊特 第二位呢 是乔布斯去世后 这个CEO的热门人选 斯科特·福斯托 比起第一位呢 辞退这个福斯托呢 影响就公大了 福斯托呢 原来是这个乔布斯身边的红人 也是OS系统背后的主要人物 虽然说是苹果的工程呢 但福斯托极其不受 这个员工和高管团队的待见 而且福斯托当时还搞砸了两个大项目 Siri和这个苹果地图 尤其是这个漏洞百出的苹果地图呢 让苹果呢挨了不少嘛 结果显示呢 这个辞退福斯托这个举动 有意无害 不仅增强了团队凝聚力 还建立了蒂姆库克 在苹果公司的微信 2012年的8月24号呢 正好是这个蒂姆库克上任的一周年 这一天呢 苹果的股价爆收于是663.2美元 是一年前的两倍 而在几天前的8月20号呢 苹果就已经市值6,235亿美元 超过的微软 成为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 某种程度上呢 这是乔布斯留下的遗产 在库克手中的变得更加辉煌了 2012年的9月份呢 苹果公司呢 就推出了iPhone5 虽然设计上的变化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但是呢 iPhone5的成功也是不可否认的 当年9月14号呢 开始接受iPhone5的预定呢 24小时之内呢 总订购数呢 就超过了200万 200万部 一局打破了 iPhone4s创下了100万部的这个记录 不同于许多人的预料呢 iPhone并没有因为这个库克的接管 而走向衰弱 尽管2012年苹果很好的适应了库克带来的变化 但在2013年的开端呢 并不顺利 当时苹果呢 已经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的利润第二高的公司 但它的股价却意外的暴跌了12% 原因是投资者们对来自安卓系统的竞争有所警惕 而对苹果的增长的前景表示了担忧 于是这一年呢 这个库克把眼光呢 描向了中国市场 这又是与乔布斯接言相反的看法 乔布斯当年对中国的市场并不重视 但对于中国呢 库克的说法是 对苹果公司来说呢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于是他开始中国执行 当时也会见了不少商业伙伴 达成了不少合作 其中包括当时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中国移动 2013年12月呢 苹果与中国移动达成协议 一个月后呢 中国移动开始了销售iPhone5s和iPhone5c 这就无疑是苹果进入中国市场的一次巨大的成功 在2010年呢 也是乔布斯担任CEO的最后一年 苹果在这个中国营收 只占了公司总营收的2% 而在这个蒂姆库克领导下 短短两年内呢 就取得了爆发式的这个增长 2010年到2012年间呢 中国市场的新增的营收超过了200亿美元 然后增幅呢 超过了600% 短短两年时间呢 中国占苹果总营收的比例超过了12% 而到现在呢 更是达到了20%的这个高比例 2014年的9月呢 苹果推出了iPhone6和iPhone6 Plus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更大更薄了 这一年的库克与许多新公司建立了伙伴关系 甚至跟苹果多年竞争的对手IBM牵手合作 虽然乔布斯跟IBM老死不相往来 但毕竟IBM是这个库克的老东家 促进合作上呢是有可能的 结果证明这一合作带来的是三营 苹果收获了企业的客户群 并把产品呢推向了办公领域 IBM呢也赢得了利益 客户赢得了更高的办公效率 更惊喜的是呢 这一年库克还带来了他主导创新的产品Apple Watch 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2021年的Apple Watch的用户基数呢 已经超过了1亿 2015年的9月呢 苹果发布了iPhone 6s和iPhone 6s Plus 如果说这个iPhone 4s呢 是苹果化时代意义的产品 那么iPhone 6s呢 是苹果经典中的经典 到现在呢 还有很多人是iPhone 6s的钉字户啊 出色的性能 更先进的相机技术 以及更清晰的显示屏呢 让iPhone 6s呢 被很多杂志评定为 世界上能够买到最好的手机 2010年对于 苹果来 对于这个库克来说呢 也并不好过啊 因为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和苹果呢 就加密问题的战斗正式开始了 2015年12月12 12月2号呢 美国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这个枪击案 后来呢 警方找到了凶手 用的这个是苹果手机 于是为了破案的 FBI要求苹果公司提供 关于这部手机的一切信息 一边是隐私安全的 一边是需要抓捕的杀人犯 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一个局面 不过呢 蒂姆库克始终坚持自己 对这个隐私保护的立场 那他绝不会因为这件事 在iOS呢 系统上开一道后门 威胁到用户的隐私安全 双方呢 互不相让 僵持了将近四个月吧 好在呢 最后由第三方公司呢 破解了杀人犯的手机 库克呢 也因此成功捍卫了 保护用 保护了这个苹果用户隐私的职业操守 如果说库克的前五年 是让库克再适应苹果 那么库克的后五年 就是让苹果来适应库克了 2018年呢 苹果市值已经突破了万亿 也成为了世界上首个突破市值 这个首个市值突破万亿的企业 2019年呢 苹果的Apple Store的每周的访问量 已经超过了五亿用户 这一年的Apple Store的收入呢 也就占了过去苹果11年里的四分之一 2020年呢 苹果内部的生态整合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在服务领域在持续发力 这服务营收的增长速度也是直线上升啊 到今年苹果市值呢 飙升到恐怖的这个三万亿美元啊 我们抛开 我们抛开库克十年间 给这个苹果带来了那些产品和各种操作啊 有没有觉得更重要的是 库克在这十年间呢 赋予苹果一个自己独特的企业价值观啊 毕竟价值观才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所在 向善啊 平等啊 多元化 注重隐私等等 这都是库克对这个苹果带来的核心价值观 不可否认啊 乔布斯在许多人心中是神一般的存在啊 他的苹果充满着这个完美主义和创新 不断的为人类啊 带来惊喜 那与乔布斯相比呢 库克显然是一个 显然不是一个魅力型的领袖 但当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经营模式更加复杂的时候呢 需要一个更全面的CEO的时候呢 库克成功的扮演了苹果这个最重要的角色 我们回想十年前啊 库克刚上任的时候 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 这个苹果到底还能活多久 而现在呢 我们关心的最大难题就是 怕是要再找一个像库克这样的继任者 那有多难啊 嗯 好了 这期就聊到这儿吧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一定订阅我的频道 与莫奖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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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